知恩恩挂了电话 手机还没有放下呢 就听到他后面传来了一阵的争执声 海妮小姐 对不起啊 您说的那个位置已经有人了 停车场还有很多其他的空位呢 要不您看能不能停到其他的位置上 你说什么 其他的位置 我家堂姐来你们这儿玩 什么时候停过其他的位置了 这个声音一听就是很仗势其人的 这让人很是喜欢不起来 负责拨车的人员冷汗津津地下而下 急促地擦着汗 可是那位客人先来的 已经占了那个位置了 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 这个 有什么好没有办法的 我告诉你一个办法呀 你让那个人把车开一边去 那么多空位 他眼瞎呀他 非得跟我堂姐抢 还开一个破车 来这种地方开破车 无非就是个臭打工的 这位小姐 可是停车场没有规定过 哪个位置不能停 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让别人走开 你还想不想要自己的工作了 你就告诉我 小姐 我 痴恩恩听到了争执声 都为驳车人员难受 他今天是没开多好的车 但是宝马A8也不算是多差吧 他只是不喜欢开跑车 开得太快的性能 更是喜欢安全低调的车型 幸好他今天开出门的是一辆宝马A8 在对方的嘴里好歹还算是一辆破车 他要是把平时最喜欢开的路虎开出来 那对方还不得说他开的一辆拖拉机啊 虽然那辆路虎是历北绝找的路虎公司专门为他设计的 外表看起来只是一辆一般的路虎 但是实际内里的配置和千万级别的豪车同一个档次 甚至还要高一些 痴恩恩听到后面车里的女生声音越来越霸道 得理不饶人 他也不想惹事 放下车窗 伸出头主动地说 我让吧 你们把车退出去 我开出去换个位置 他之前找的是最里面的位置 原本想的是这个位置人少 到时候车子好开出来一点 现在要是把车子开进去 人家说那是别人经常停的 他要换地方就只能是把车倒出来 重新开进来了 驳车的工作人员听到痴恩恩的声音 如同是听到了天籁之声 惊喜地回过头 眼眶都红了 感激地看着痴恩恩说 谢谢 谢谢这位小姐 痴恩恩自己也打过工 他知道遇到难缠的客人有多么的辛苦 所以他很体谅对方 扬起嘴角笑了笑 安抚地说 没什么 本来就是我开错了位置 我也不知道这个位置是别人经常用的 拨车的工作人员特别想说 这里的车位本来都是随便停 谁都可以停的 但是他动了动嘴角 还是惹不起身后的人 只能是给痴恩恩投去了一个感激的眼神 然后迅速地指挥着两辆车子 倒了出去 对方等痴恩恩的车子倒出去之后 一记绝尘 直接就开了进去 理所当然地强占了刚才痴恩恩要停的位置 自己的位置被占了 自己的位置被占了 痴恩恩找了一个就近的位置开进去 停好车 拿起自己的包打开了车门 还没下车 就听到之前 生气凌人的欺负婆车人员的那个女人 在诋毁她 哼 刚刚开个宝马的人 居然是个女的 看她那个样子 就不像是什么好人 故意地装得那么善解人意的样子 给谁看呢 这里又没有什么外人 像她这种开宝马的年轻女人 我看多了 小三只车嘛 所以我妈说要给我买一辆宝马 我弄死都不要呢 我才不要跟那些低贱的女人 开一样的车呢 拉低自己的身份 她莫名其妙地 就对着痴恩恩一通恶意地揣测和诋毁 说完还谄媚地 挽起了旁边人的胳膊 撒娇似地摇晃着那个人的胳膊 用羡慕的语气说 我还是喜欢唐姐的车 显量款的兵力 白色款的 好好看呢 唉 就是太贵了 现在也买不到了 唉 我记得这一款好像只出了两辆车 一辆是绝夜的黑色款 另一款就是唐姐你这个白色款的了 唐姐 这两款该不会是什么情侣款吧 情侣款 呃 痴恩恩 迟恩恩仔细地回忆了一下 好像丽北觉得车库里是有一辆黑色的兵力 她因为车子低调还挺喜欢开的 她倒不是特别地在意那个女人说什么情侣款 车子嘛 车子嘛 撞款得很正常 情侣款不情侣款的还不是要看开的人是谁呀 万一是两个不相干的同性呢 总不可能开了同一款的车那就变成了情侣了吧 她正要关上车门去找丽老爷子他们 就听到一个好听的女生说 设计师最初设计这两辆车的时候 就是按照情侣款设计的 所以应该也算是情侣款吧 哇塞 真的是情侣款啊 好棒啊 也只有绝业 才配合唐姐开同一款的车了 说到这里 她似是很愤慨 可惜啊 绝业的眼光不好 看上了那个土不垃圾的女人 居然还和那个女人给结婚了 这是气死我了 什么哈布斯登家的小姐 说白了 又不是全东亭的女儿 不过就是一个早就走丢的女人生的女儿 是不是真的是哈布斯登家的人 还说不定呢 万一是一个冒名顶替的呢 哈布斯登家也不做一个检查 好了 唐姐 我就是为了你不平嘛 本来觉得也应该和你是一对的 要不是那个女人趁着你身体不好出国养病的时间 趁血而入 那丽家少夫人的位置 哪还能够轮得到她呢 她算个什么东西啊 不过就是一个私生女而已 就算真的是哈布斯登家的千金小姐 有一个当小三的妈 那也是够丢脸的了 堂堂的哈布斯登正同血脉的大小姐 居然跑去临时当了一个土爆发户的小三 说出来也不怕笑掉别人的大牙 可见呢 血脉这个东西没什么大不了的 还得看怎么叫痒 被当成鸭子养的天鹅 就算是天鹅 长大了也是一身的土鸭子喂 这话说的要多恶毒就有多恶毒了 痴恩恩本来还没想过要跟她计较 听到这里 谋色也沉了下来 她是一个好脾气的人 一般人她不招惹她 她也不喜欢去招惹别人 但是她也有自己的禁忌 痴宝贝 诺诺 丽北绝 还有她的母亲 都是她的禁忌 特别是她母亲是不是小三这个事 就是她禁忌里的禁忌 当初是池建国骗了她的母亲 她的妈妈根本就不知道池建国结婚了 在得知自己被骗之后 她的母亲没有犹豫 直接就找了池建国 说了要跟池建国断绝关系 给她一个好的成长环境 就是为了这个 她还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她绝对不允许有人在背后 拿这个脚舍根 好